寻龙点穴 精准预言 趋吉避凶 堪与鼻祖 这些玄学词汇你一定都听说过 但你绝对想不到 它们居然都和这本《风水奇书》有关 不但近代畅销的盗墓小说 都以此书作为参考 甚至古代的摸进校尉 都必须先研读此书后才能进行实战 那么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这书中又都记录了什么内容 本期探长就带你揭秘 千古《风水奇书》 《藏经》背后的故事 《藏经》也叫做《藏书》 传闻此书是由东晋郭普所作 而郭普正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此外他还有另外一层神秘的身份 《风水师》 据说郭普是当时最富生名的方术师 也就是我们熟知能通晓占卜其数 遇知未来的能人意识 所以郭普在那个年代备受诗人尊重 就连后世风水界也将郭普视为大师 堪与鼻祖 那么他所创立的风水学 又究竟从何而来呢 传说在魏晋时期之前 风水学并没有具体的概念 而风水学的出现则是来自洛河地区 到了魏晋时期才被发展壮大 直至鼎盛 那所以魏晋时期 不管上至统治者 还是下至黎明百姓 对风水学都是十分的推崇 此时研究风水 因果报应的思想就渐渐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而此时的郭普就是在这个鼎盛时期最早出现了大师 那么风水两个字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风水两字最早出现于藏经之中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藏经在古代其实最早是用于盗墓的 据说盗墓者通常会手持一本藏经 并且根据书中的指示对墓藏进行定位 所以后世才会以藏经作为基础 渐渐地将其中的风水文化发展壮大 并最终形成了极其复杂 自成体系的风水学说 那么藏经中具体都讲了什么呢 这书中开头 首先对风水做了注解 何为风水 这里的风水和我们所熟知的有所不同 它指的是一种缥缈的肉眼不可见的气 按照藏经的解释来看 每个人身上其实都存在着这种气 这种气被称为是真气 而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当中 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气 也被称为是学气 当这两种气相互融合的时候 就自然的会形成一股气场 而这个气场就是影响一个人气运的关键 于是古人就认为 当一个人身上的风水 与所居住的环境风水 相互之间匹配融合的时候 就会形成这种气场 那么这个气场就决定了此人的运气好坏 这做事是否顺利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磁场 那么他们所说的气又是从何而来呢 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最早就始于气 也就是说这天地之间的万物 都是由这种气而构成 但是这股气也不是不可以改变 它也受风和水的影响 也就是若想真正的操控 真气和学气所组成的这种气场 就必须要先学会操控风和水 那至此《藏经》中将气解释完毕 那同时也引出了这么一个疑问 改变气场的风和水 究竟要用什么手段来进行操控呢 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国的风水文化 就一定绕不开这本千古风水奇书《藏经》 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定义风水的呢 而书中所描述的《寻龙点穴》又是否真的存在 《藏经》第二段描述的就是如何控制风和水 就如原文所说的 风水之法 得水为上 藏风次之 根据《藏经》的理念来说 若是想得到一个好的风水 这得水最重要 其次便是藏风 这样看是不是有些不太好理解 咱们举个例子来说 就比如说在一些影视剧当中 就会经常提到阴宅一词 得水其实是有代表着风气 古人认为水就是浮气 所以水越多 这水流越长 就代表着浮气越长 虽说阴宅也需要藏风得水 但是又不能刻意的去迫害平衡 毕竟物极必反 水满则亏 所以需要注意的是水不可以过分的多 此外 《藏经》还提示后人 要守护好自己的环境 不要让代表外界影响因素的风进来 更要保护内部的气不向外出 才能得到一个真正相对安稳的空间 我们前面说到 《藏经》中综合了风水学所有的精髓 而《寻龙点穴》无疑是风水大师 最亮眼的技能 据说的当中还记载着《寻龙点穴》的方法 古人把山脉称之为龙脉 而不同地区的水也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若是在特殊水分的滋润下 这片土地的土壤性质就会发生改变 从而形成一个适合万物居住的生存环境 而这片土壤就叫做龙沙 古人认为居住在龙沙就可以带来好福气 所以《寻龙点穴》一时间成为那个年代人们 疯狂迷恋的活动 于是《寻经》第三段就在讲述如何寻龙点穴 从古人的角度来说 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具体要看它的山形和水势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些帝王林木 发现这些地方基本都是在山脉处 这远远望去就像一条巨龙盘旋 这就是所谓的看行 但如果再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这条巨龙则会呈现出前进或者是倒退之下 这就意味着这块地方风水究竟如何 也就是此书所要传达的看动作即是看事的理念 所以《风水宝地》的定义要看形式两个方面 那么是不是只需要学会这两样就真的可以观风水了吗 当然也不止这么简单 龙脉也分平地龙脉和山地龙脉 在《藏经》中指出 若是将墓地建在平地龙脉上 那么墓地一定要选在高处 若是将墓地建在山地龙脉上 那墓地就一定要建在低处 据说这样会比较容易饮水 从而达到气场相和 形成真正的风水宝地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依据 难怪古代的盗墓者都会如此推崇藏经 在他们看来 只需要墓延藏经中的内容 就可以轻松找到富贵人家的墓室 除此之外 藏经中也指出了丧葬选址的要求 这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同山、断山、石山、过山、独山都不能用来安葬 在古人看来 若是在这几个地方下葬 就会有新的祸事发生 或者会将现有的福气抵消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仅仅2000字的藏经 为何被视为中国风水文化的鼻祖 其中的五山不可葬 真的会为后世带来祸患吗 接下来我们根据藏经的注解 来讲解下为何五山不可葬 首先是铜山 这里的铜山指的是光秃秃的 没有任何草木生长的山 听者就觉得这不是啥好地方 那么断山则是指有残垣断壁 或者是被人为挖断过的山 古人认为这种山大多都被挖去了龙脉 不吉利 而石山则是指没有土 古人认为落地生根 土就代表着生命和活力的孕育 没有土的石山则没有生命变化 所以石山也不能选 过山则是指陡峭的山 过于陡峭则不容易凝聚气场 若是真的能凝聚成气场 也会因为陡峭的山峰无处可藏 最后全部被消散 最后的毒山就比较好理解 就比如说包园百里只有这么一座山 这样的话就显得很孤独 没有依靠 结合以上这些书中所描述的 这五种山都不可以作为选择 在藏经中还写到了三级三胸的风水观点 一级曰藏神河朔 神隐鬼壁 即选择合适的时间下葬 二级曰阴阳冲河 无土四倍 也就是说要阴阳写讨 不能过于阴冷和湿热 它具备金木水火土 五种粘素 三级曰目力之巧功力之巨 简单来说就是要看行和事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先看事 因为选择一个好的事 比单看行的风水更为重要 也更能形成一块风水宝地 此外在藏经中还有这么一个观点 我们常说的青龙白虎诸窃玄武 其实指的并不是四种动物 它们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方位 这同样也是墓藏中所讲究的一个点 就拿从昆仑山所延伸出的龙脉来说 古人就认为若想将墓室建立在这种龙脉上 就必须先找到靠山 而这左边的靠山就是青龙 右边的靠山就是白虎 同时还要以水来环绕 再加上目前的岸山和潮山 方可为一块真正的风水宝地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朱元璋的明孝林 那么在藏经中所讲述的风水学说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可以发现风水学其实跟环境地理学 有一定相似的地方 不管它如何晦涩难懂又或者是方法不同 归根结底还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由于它一直处在一种比较神秘的状态 再加上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风水去行骗世人 所以才会慢慢的使人们对此产生了很多误解 但总而言之 风水学其实是在教我们一个阴阳协调 世间万物和平共存的道理 好了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关注探长我们下期再见